大車在選擇輪胎上面呢 其實我覺得是更加要講究 而且呢 影響會更全面的 所以呢 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大車在選輪胎的時候 怎麼樣注重安全呢 新科技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趕快來認識一下 我剛剛有聽到米其林的新輪胎 好厲害喔 五大新科技 點一點迷很多都是沒有想像到的 像是有一件事情 請教一下Banny喔 輪胎喔 就我的理解 好像自己會自己做一些排水性的調整 這是什麼樣的創新的科技 然後還有石頭卡不進來喔 因為石頭卡輪胎 輪胎每一圈就是石頭在抖進去一下 在抖進去一下 好幾圈下來可能石頭就傷到你的輪胎 是的 我們有科技可以扣服這件事喔 有 所以米其林在這次的產品發表中 我們就一直在講科技 尤其是所謂的隱藏式工潮技術 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所謂的隱藏式工潮呢 所謂的隱藏式工潮呢 也就是說 這時候你看到新胎 它的花紋是有三條 這個主要的排水工潮 但是到了所謂的後期的時候 這是用過的 用過的樣子 它會出現五條的這個排水工潮 誒 這是什麼樣特殊的設計啊 因為車子有時候在用輪胎在跑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磨耗 磨耗之後到底說會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 可是我看到它 怎麼覺得它還有一些該有的紋路都在上面 這就是所謂的 大家都知道在新胎的時期的時候 像新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輪胎的抓力力 排水性能都是最優秀的 對 但是當這個輪胎不斷的磨耗之後 也就是用到一半 甚至用到剩下兩噸花的時候 這個的時候 排水性能或抓力力就會變得差 對 我們想過 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輪胎 不可能一直都保持全新的狀態 對不對 輪胎總是會磨平的一個狀態下面 所以很多消費者會說 我輪胎磨一半就丟倒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浪費的事情 尤其對於投家而言 它是一個很傷成本的事情 但是它要強調它的安全性 所以這個時候只有在 輪胎花紋不斷的變化上面 增加排水性能 它就可以讓這個輪胎的使用去延長 記住喔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句話 我覺得很特別 它叫增加排水性 不是維持排水性 所以所謂的增加排水性 是我在使用過程中 它可能可以再多出一些紋路嗎 還是什麼樣的原理 讓它可以增加排水性 OK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它有三條溝槽的排水性 當它越磨越少的排水面積會越來越薄 這個時候我們有兩條 這個所謂的隱藏式溝槽它就跑出來了 我們剛剛沒看到 在這兩條 這邊有一條 這邊有一條 這兩條 所以在新的部分 你們是看不到的 它藏在裡面的 都沒看到 對 所以這個的時候排水面積就增加了 然後變舊了之後反而多了兩條 多了兩條出來 所以它很明確的會告訴你 我的排水性能就是夠提升了 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我們沒辦法確定說 我用久了之後 它的排水性真的完全不喪失 但是盡量讓它維持像一開始的那個排水性 排水性能是一致的 對 所以我們讓新的跟舊的 然後使用後的 你看看 使用了這個輪胎 它的排水性能是一致的 所以抓地力 濕地抓地力是一樣的優秀 對 就我們以前在用一般的用車選胎 跟我們現在講的5克車大貨車的這個方向 可能不是那麼一樣 一樣 對 但是它的安全性 我反而覺得更要控制 沒錯 因為你載了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車子本身那麼大 一點點意外可能 對 造成的傷害會很大 會更大 所以所謂的卡車安全上面 永遠是他們 所需求的第一名 對 就是上第一名對不對 那我在這個地方又看到 因為剛剛看到輪胎啊 它還有什麼無線環繞的技術 什麼叫無線環繞 聽起來好玄 很玄 它無線環繞 基本上來說 就是在輪胎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一條長達400公尺的鋼池 在裡面 不斷地環繞 那這個環繞的技術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如何是 環繞的時候 它是很均勻的環繞這個胎罐上 它不會重疊 又不會所謂的斷掉 它可能又從中間接起來 只要斷掉從中間接起來 這無線環繞技術就沒有用了 對 好 那無線環繞技術 它就源自於所謂的飛機胎 就是我們做飛機的那個飛機胎 是的 它飛機胎 它其實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要去抵抗 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一個很瞬間很大的一個衝擊 超大的撞擊力下去 對 撞擊力下去 它就是利用無線環繞技術 讓這個力量去分散掉 所以我們把這項技術 應用在所謂的卡克車輪胎上面 所以當輪胎在不小心 受到一個撞擊的時候 它能夠有效均勻的 把撞擊力給分散掉 分散掉撞擊力 分散掉之後 它就會讓這個輪胎 能夠很安全的達到目的地 就是在怎麼樣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進入之後 它也可以比較平穩的 把它慢慢的排除掉 要排除掉 因為事實上像卡車來說 一般的卡車大概沒有一個概念 一般來說一條輪胎的後走 簡單的大概都有三噸 去想想看 三噸撞下去它會不會壞 很大一個 撞擊力非常大 撞擊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只好用飛機的標準來處理它 我們就要把標準提高 更高的標準 是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技術 放在輪胎裡面 讓它安全性去提升 了解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輪胎 這個也是使用前 這個是使用後 是的 我覺得很奇特的一個地方是 我看到這裡一塊一塊的 胎塊都是比較大塊的 是的 可是怎麼用完以後覺得變小了 變小了 變小了 變得比較密一點的 沒錯 這是同一個嗎 是的 它絕對是同一條輪胎 這也就是我們隱藏式溝槽技術 尤其其實在卡車裡面 它的輪胎的分法是非常的細 例如說像這一條 右邊剛剛所介紹的這條叫Mati Z 這條Mati Z D是Draffic Exo 它是專門給傳動軸使用的輪胎 所以它的花籠塊設計的 會比一般的還要大塊 大概這樣一塊一塊 都是一大塊 因為它最主要是牽引力 是輪胎是要造成車輛的牽引力 如果使用一般的所謂的Z花 它的牽引力可能就不足 而這一個是針對所謂的 傳動軸、驅動軸使用的花紋車輪 所以它是大塊花紋 所以它需要提供一個很大的一個牽引力上去 才可以帶動十幾二十噸的這個車輛往推進 那當它用久之後 我們就會擔心牽引力會慢慢的喪失 消失 這些排水性能不好 所以我們就 它會讓它不斷的分娩分娩 一直在不斷的變化 讓這個牽引力、急抓力 能夠去保持下去 有點像無性升值的概念 本來只有這樣一塊 它變成好幾塊、好幾塊、好幾塊 沒錯 這樣變得這麼細、這麼多塊之後 它的牽引力也可以維持跟新的 它可以維持跟新的是一樣 因為這個都是 我們其實現在的民營在輪胎設計上 我們是標榜 不是新胎性能好就好 要讓使用在後期的時候 性能表現是一致的 好,電動電動,我有問題 那請問為什麼一開始 我們就把它變這樣就好了 我幹嘛要那樣變成這樣呢 對 一開始如果我們的輪胎設計就是這樣子 它可能也許 它的性能是一致的 沒有問題 但是它可能會 多增加所謂的輪胎侵蝕 也就是輪胎啃傷這些問題出現 例如像石頭夾石的這個問題會存在 當我的花紋溝槽越多 甲石的機率就會越高 它所造成對輪胎的這個破壞性能 就會再具的提升 所以等於說是以各個面向來講的話 在新胎你可以讓它 各個面向是比較均勻的 是的 用久之後呢 讓它你本來需要的那幾個強項 還能夠保留 因為不可能永遠面面俱斷 那不然一個輪胎就用一輩子就好了 是,沒錯 它總之還是要鈦換掉 它還是要鈦換掉 但是簡單說輪胎事實上 它是在行駛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很多人會去顧虐它 大家也覺得我覺得輪胎很貴 但是我還是想安全更重要 安全永遠在我們設計的產品裡面 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真的是我們看到 跟我們以前在選一般 我們近開車的輪胎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但是安全在每個面向上面 我們也要怎麼樣去滿足 那就是不一樣的產品 帶給我們新的一個認知囉 謝謝Benny 謝謝 今天真的很難得的體驗 然後告訴你喔 我們電動車的趴數還在40% 我們的電池要是40% 你看有沒有厲害 還有170幾公里啊 告訴你去花蓮不怕喔 因為我還是會習慣看後照鏡位置 沒去到這隻啊 對,因為它的倒車出來的那個顯影 跟我們看傳統螢幕上的倒車顯影的那個 我不會講 那個形容那個角度的感覺 它的位置比較偏下面一點點 很不一樣 要稍微要去適應一下 每個星期六晚上10點鐘 融合衛視化解大贏家